这回我跟李德格金老师抽到的是木 突然就是有了一个点子 就是木 我是一块原木 然后它会在我身上进行雕刻 之前李延会跟我分享一些关于民主舞的东西 所以我抽到民主舞的话 感觉还比较能够驾驭 对 我就自己就自己先放弃吧 我先一手凉凉我也送给我自己 蒙古真的太难了 而且一直都站不稳 抓不住他那个手的延伸的那种方法 显得我刚开始跳的时候有点像小鸡蛋 我感觉我要正体开始学民主舞的话 一个八拍我能学一天 我的那段特色的东西是不太好学的 因为跟街舞完全的发力方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阿伟这个时候他会有点灰心 那个脚别去 我说实话我很着急 我们队是人数最少的 韩根队长那么相信我们 如果我们没有进入决赛 我们会很自责 所以我还是会尽我全力 把舞蹈在这个台子上呈现的刚好 好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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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准备 我们的准备 有什么 谢谢阿伟 谢谢李德格锦 请李德格锦 准备下一场表演 今天确实表现 比我之前看到的要好很多 所以我看完之后 我觉得心里踏实很多 下一组 来自吸泡泡战队的 蛋蛋与李德和景 这支舞给我的一种定位 是我觉得非常符合我的 实际上它是狼群当中的 一个领头狼 但它是个母的 它是狼群的 蛋蛋的爵士舞 它有个人的魅力 加上它还有现代舞的这种感觉 都包含在里面 我是想在他们的优点的基础上 加上民族的东西 李德老师擅长的风格是蒙古舞 蒙古舞有那种洒脱的那种劲 然后蒙古男人有一股 自那种草原上的野狼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然后所以我会觉得 我的性格和我的舞蹈 我是可以驾驭它 它也可以驾驭我的 一般母狼更厉害一些 所以俩人狼 它是强势的 是压着我 所以它一出来那个状态 那个眼神一看我 就觉得我是有戏 准备好了吗 DG drop the beat 带你支撑 不可以 我手挨 谢谢你 你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蛋蛋和李德哥锦 蛋蛋这一次的舞蹈 真的是鱼话可说 特别惊艳 毛骨损 哪个舞蹈让你觉得 更能诠释这个主题呢 如果你支持态度大师战队 请你扔出手中的红蓝色毛巾 支持吸泡泡战队 那就请你扔出手中的黑金色毛巾 投票开始 工作人员上台计票 对于这样一支作品 四位队长有什么看法呢 我会首先想问一下阿伟 这一次扮演的是一个什么 因为你脸上这块绿色 我一直是猜不清楚是什么东西 这边是一个植物的颜色绿色 或是青苔 对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 因为我们抽到的是木 然后我是一个木头 老师是把灵魂跟生命都给的我 然后我在里边会去扮演一些红艳的一些动作 其实就是他把他的艺术 然后给到了我 给我创造了一个生命 你叫李老师 真的是草原上的一个雄鹰 你明白吗 他可以翱翔 他可以在草原上用肢体 来去表现他的那种蒙古人的那种精神 我想特别感谢一下李德老师 在学蒙古舞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找不好那个状态 就感觉他在跳这个动作的时候 像熊鹰一样 我跳就像小鸡子儿似的 对 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我想说小鸡子儿 经过练习也能变成熊鹰 就是这样